举字缩方产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一期我想跟大家聊聊天 我想来稍微影响一下大家的消费观 那听我举字缩方产的你兜里一定有钱啊 有一些钱 那你的钱你就知道有一天 你一定会把这些钱花出去的 就是要么就是花出去了 消费出去了 要么就是把这些钱投资出去了 所以就会一般的会有这种两种的出路啊 那如果消费出去了 那这些钱有些你说没办法啊 我有些是必须消费 我要交税务局的税是一定要交的 我日常的生活用品是一定要买的 我房子的房地产税是一定要交的 那有一些是必须花费 这种你没办法啊 那还有一些花费是不必须的 比方说我买了个Alway的宝 我买了辆法拉利的车 我买了一个豪宅 两百万的豪宅 那这些是不必须的 或者说你不用买那么好的 那这些钱花出去了 它多半是不带回不带收益的 就除去了就除去了 所以这种呢 就属于这种非必须消费 这种非必须的消费 你一花出去了 就说要么让你的虚荣心得到满足 要么让你的心理得到满足 身心得到满足 就是但是这个钱除去就除去了 没有了 没有后边的事情了 但是投资的钱呢 你一投出去的时候 你知道那个钱还是你的 有一天会回来的 而且回来的时候会带来更多的钱 所以这些钱比方说你写纸票去买个房 你那时候你心里是欢喜快乐 买怀期盼的 因为你知道哦 这一个好像就感觉你养一个小鸡了 然后有一天他就会给你下蛋 而且有可能是天天下紧蛋 所以投资的钱呢 就说你虽然除去了 但那个钱还是你的 然后你会对那个钱呢 那个投资有很多的盼望 因为他可能会给你带来将来带来更多的收益 但是投资的钱呢 有的时候呢 你看的是投资 但是过了三年你才发现 我那不是投资啊 我实际上也是消费啊 你可能投了一个公司的这种私募融资 你投了三万块 结果有一天人家跟你说 我的项目亏了 本金亏了 房子推给银行了 你的本金没有了 结果你在第三年在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你一拍大腿 你突然醒悟 你说我养了三年的鸡 我以为这是一个投资 实际上这是一个消费 那这种为什么会有这种转变呢 本来是投资 为什么就变成消费了呢 可能你决策失误 可能是 你所托非人啊 碰到坏人了 那也可能是整个大环境 你有一些天灾人祸 你不可控的风险发生了 那有的时候呢 外人可能以为你在消费 实际上你是在投资 比方说你买了个20万的红木家具 你放在家里放了20年 你用也用了 做也做了 结果20年之后 你放到市场上一卖 你卖了50万 或者你买了个豪宅 你就在里面享受享受享受了20年 然后你去卖的时候 这个豪宅翻倍了 在那个时候旁人就会说 哦 我们以为它是消费 这么奢侈 这么大手大脚 买这么贵的东西 买这么贵的房子 实际上回头 现在再看 那就是你最好的投资 这是你手里的钱啊 有可能是消费 有可能是投资 但是有的时候呢 你看起来是投资 实际上是消费 有的时候 你看起来是消费 实际上是消费 投资两个功能都有的 但是任何你消费出去的钱 比方说你去个海鲜馆 你去吃龙虾 你们家五口人 一下子吃了一千块钱 这绝对对于你们家来 是消费 但是你知道 对于那个餐馆老板来说 他就在那眼巴巴的 等着你来消费 等着你消费的钱 进到他腰包里 他立刻拿着这个钱 投资去买房了 就说任何你消费出去的钱 在他的流通领域当中 他一定能找到一个人 那个人把他去用来 去做投资的 就说所有资金 最后最终的用途 一定是在某个地方去投资了 只不过是 不一定在你的手里 不一定在他的手里 不知道是在流通领域的 哪个环节里 他就跑到投资那边去了 我做这期视频的目的 就希望看我视频的你 花钱要三十 就是钱是好东西 钱能生钱 就像你自己的体力 能去变钱是一样的 在你财务自由之前 你减少不必要的花费 就钱去生钱 你自己再努力去赚钱 这样你早一天实现财务自由 你说实现财务自由 有什么好处啊 实现财务自由 你就能躺平了 你就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不想干什么就不干什么了 到那时候 你就完全解放你自己的体力了 就是完全靠钱生钱了 完全靠被动收入 你就可以活了 那在这方面 我就想夸一下我们的房东朋友 我觉得很多的朋友 只要是走上了房东这条路 这个在花费控制这块 都做得挺好的 就自从做了房东 每个人都变得很节省 就因为我们这些房东知道 像在亚特兰大 我们的房子这么便宜的地方 就是你省着省着 省省就够一个房子的首付了 省省就购买一个房子的首付了 但是你听我的话 你说这个观点我可能不同意 有的房东我看起来 还是挺这个生活挺奢侈的 那那个房东可能是发大财了 已经财务自由了 或者是那个房东 实际上他是需要融资的 他要维持他表面的光鲜亮丽 这样才好融资 或者是好去做什么事情 好 举字说方谈 这是这一期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内容 就是我想影响大家的消费观 在你没有财务自由之前 这个钱真的很重要 就你的钱能够生钱的 钱能生钱的 他能帮你建立被动收入的 但这个被动收入不是一下子就要建起来的 你要提前去准备 提前去安排 你得先省钱 省了钱之后 你要把这些钱放在一些很很稳妥的渠道上 然后再慢慢的建立这些被动收入 就是你的消费习惯 怎么样能够决定你多快能够实现财务自由 你能够多快的过上你想要过的生活 好 举字说方谈 这是这一期我想跟大家分享的 我希望我分享的对你有用 好 好